今天一个38明天冲个648 游戏行业呢有一个隐藏的规则 越克越强懂得都懂 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玩游戏喜欢课金呢 我想大概是为了满足自己在虚拟世界的骄傲和炫耀 毕竟在游戏当中呢 变强争霸是一件非常爽的事 但现在的游戏厂商可不这样想啊 打着情怀的名号吹嘘着还原当年的感觉 就是把大哥们当韭菜 割完一波又一波 那这种用充值点做噱头的坑服呢 一踩一个准 所以说朋友们啊 选对版本很重要 某日梁青跟兄弟们说一个狠的搬砖手游 大多数人呢已经是迟到流游了 就这个十年磨一剑的热血手游大IP 真实还原了端游玩法地图 刀剑枪一工五大职业 没有充值按针 装备可以自由交易 双城呢还可以兑换大量的元宝 知强台服那都是好评如常 我推荐的梁青版本有官方认证的自己看 搬砖界基本上可以封神的存在 看到这儿评论区的大哥们肯定就要问了 就知道推荐 有为我们争取一波福利吗 上线呀就送渤海刀免费领取三十发六四八 可以兑换大量的元宝 输入礼包码RX888领取绣披风寻宝券 还有一把四转武器 关键是游戏策划语 时需进极其维护玩家的利益 针对违规的外挂和工作室呢 进行实名和人脸的识别 有效控制了游戏类市场的环境 使得玩家的装备能够保值 同时呢再提两点 第一就是新手啊建议选刀客 刀客攻高防高 毕竟当年玩刀的人也多 情怀的呀老玩家都懂 第二呢一组队各个职业都有即可 当然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可以十连开宝和必出光武 新手玩家在巡播派只需要刷几只野猫 就能够抱一把顶五重渠刀 有了重渠刀呢在去火贼营地刷毁的事实 这个地方竟然有十倍暴力 南宁湖还有五十倍的经验 我才打了几株五怪就上司转八十级了 而且掉落东西还好 一下子呀就满背包的顶五披风 拿到刀剑效合成 直接就合出了一把强识毒八的紫金盘龙刀 就这经验和暴力 谁玩了能停得下来呀 现在点击左下角就能玩了